我做梦都没有想到,把方便面放入锅中蒸一蒸,出锅瞬间变美食 大家好,我是阿忠 今天我们利用方王面为大家分享一款非常好吃又营养的做法 消费这种做法,方王面我们不要再泡着吃了 一定要试试这种做法,暖心又暖胃 喜欢的话就赶快收藏起来试试吧,一圈三连求个关注 首先我们准备一个干净的大碗 碗中加入适量的橙浆水 再把我们买回来的方便面给它放入水中,浸泡一分钟左右 一分钟之后我们的面泡好了,捞出 把它放入蒸锅中 盖上锅盖 上汽给它蒸五分钟左右 利用这个时间我们切点小料 红椒给它切成丝 青椒也给它切成丝 洋葱切成丝 胡萝卜少许 先给它切成薄薄的厚片 再给它切成粗粗的细丝 切好之后 装入盘中备用 火腿少许,我们给它切成薄薄的厚片 切好之后装入盘中备用 番茄一个 我们给它切成小丁 切好之后装入盘中备用 再准备一个干净的小碗 打入两枚正经的母鸡蛋 用筷子给它打散备用 接下来我们再切点小料 大葱切成段 大姜切成片 大蒜也给它切成片 切好之后装入盘中备用 另外我们再加入少许的不要钱的小青菜 再准备一个小碗 我们给它调个料汁 5克的鸡精 3克的白糖 5克的味精 不喜欢的话可以不放 2克的食餐香 再来一点胡椒粉 加入10克的蚝油 3克的一品鲜酱油 3克的生抽 生抽和酱油加过之后啊 我们就不用再放盐了 再给它淋入少许的小墨油 然后我们用勺子给它搅拌均匀 这样就可以了 我们放在一边备用 如果感觉颜色不够的话 可以再加一点酱油 好 5分钟时间到了 我们关火 大家看一下 我们的面蒸的晶莹细透 然后把它盛出来 给它放入一个干净的大碗中 再把我们调好的料汁给它倒进来 充分的给它搅拌开 搅拌均匀之后 我们把它放在一边备用 接下来我们进锅上火 加入少许的食用油 烧热之后 把我们打散的鸡蛋液给它倒进来 把鸡蛋液给它炒一下 炒好之后 我们倒出备用 锅中再次加入少许的食用油 烧热之后 我们下入小料 把小料给它煸香 煸香之后 再把我们切好的番茄给它倒进来 把番茄炒出容 炒出容之后 我们把切好的配料给它下进来 火腿也给它下进来 给它快速的翻炒均匀 炒至六成熟 然后下入我们拌好的方便面 再次给它翻炒均匀 接下来把我们炒好的鸡蛋给它倒进来 快速的翻炒 这样就可以了 我们关火 淋入少许的小墨油 然后出锅装盆 好 我们装盆完成 各位拉铁看一下 方方面这样做色香味俱全 让人看着就口水直流 接下来我替大家尝一下 面条鲜香口弹 非常的好吃哦 确实比泡的还要好吃 营养搭配也非常的全面 上桌全家都爱吃 可以做早餐 午餐也可以做主食 而且做法非常的简单方便 喜欢的话就赶快收藏起来试试吧 保证让你吃一次就上瘾 好 今天我们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视频制作不易 各位好朋友 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 请帮忙点赞转发收藏 非常感谢你的支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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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